花莲水利会7月24号上午在丰里乡的一鸣庙举行了七雨的仪式 为农民祈求水源的充足 会长温芳荣氏表示 7月中旬到8月初正值农民插秧的季节 花莲这段期间几乎没有下雨 水源供给十分的吃紧 玉里复里地区有缺水的现象 水利会会尽全力的满足水量供应农民的插秧需求 花莲水利会7月24号上午在复里乡的一鸣庙举行祈雨仪式 为农民祈求水源充足 会长温芳荣说 7月中旬到8月初正值农民插秧期 花莲这段期间几乎没有下雨 水源供给吃紧 玉里以及复里地区有吹水的现象 水利会会尽全力满足水量供农民来插秧 希望所有的农民可以一起来配合我们的用水分配 请大家遵照我们的灌溉自信 如果农民有需要抽水机 还是塑胶馆 请到我们的物理水利工作站 还有玉里水利工作站来申请 我们会马上助理和解农民的用水 另外竹田村长说 每天看到盗农早进晚出 很心疼农民因为没有水能够灌溉和苦恼 希望借由这次的祈雨仪式上苍保佑 让盗农顺利灌溉完成 水利会说农民非常辛苦灌溉水源对农民耕作不可缺乏 拜水头以及祈雨仪式等于就是重视农民的生活 让他们在灌溉水源不予缺乏下好好耕作养活家庭 记者高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